所以剛剛的動作把它做完之後 程式也修改完畢了 我把它在這個註解下 1、2、3這樣滿完整的 一看就知道 第一個就是我插入一個圖 第二個的話就修改它的標題 相關的顏色、字大小、出體字 最後的話取消圖裡 OK 把它執行 那這個地方應該就OK了 但是這個輸出完之後 當然這個圖是可以OK 但是馬上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這個位置好像不太對耶 那我如果希望這個圖 它可不可以幫我乾脆移動到哪邊 可不可以乾脆把這個圖 輸出的時候 可不可以直接幫我把它放在這個 乾脆這裡好了 這個叫什麼 D2的儲存格的左上 就把這個點移動到 D2儲存格的左邊跟上面的 這個結合的點上面 那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變成你要塗法列 你要手動 你變成你做完之後還要再手動 那感覺好像有點是差一個步驟而已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說可不可以幫我把輸出這個圖 又自動的放在某一個位置上面的話 那應該如何去修改這個程式 那其實這個比較進階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遇到說 有些可能差一個功能 你不會寫這個動作 即便你用錄製的 其實好像也沒有答案 如果即便用錄製的也沒答案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是建議各位 可以寄一個功能鍵 這個功能鍵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游標放在某一個方法 比如說它能夠畫圖 主要是靠這個方法 名稱叫AdChar2這個方法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AdChar2裡面有沒有更多的細節 可以幫助我把我要畫的圖 放在某一個座標上面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按 游標放在上面就按一個F1 不過我們筆電是方旋鍵加F1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什麼呢 就是官方的使用說明書 告訴你說這個方法 它如果加了什麼東西之後 就會有你想要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大家應該不難理解 這個AdChar2的方法 它的語法基本上就是Style 跟一個CharType 所以這兩個實際上指的 就是那個圖的一個樣式 然後它的什麼 它的Type 然後後面其實它其實還有五個參數 其中的話 這兩個應該各位可以 用猜的可以猜出來 這個叫Lab跟Tab Lab跟Tab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圖將來的座標 也就是指的是左上角的位置 應該放在哪裡 所以如果我希望它這個圖將來的Lab 就剛好放在第二儲存格的Lab的位置 那Tab的話剛好放在第二儲存格的Tab的話 那我其實只要這樣拿 我直接在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參數後面 再加上兩個參數 你就加一個Do點 然後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的是第二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左邊 那敘述方法很簡單 儲存格的話 我建議你用Range Range的話 那你直接跟它講 坐標的第二 後面的話 記得在這個瓜糊的外面 加一個點 點的話跟它講 它有一個屬性叫Lab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將來要把圖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Lab 後瓜糊可能要加一下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前瓜糊跟這個後瓜糊一對 這個Range的話 這個是一個Range 就是第二儲存格 點Lab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圖 放在左邊這一條線上 OK 所以其實我握假 只有加這個的話 我們來弄一弄看 這個圖我先刪掉 只有加左邊 看看會不會有效果出現 有沒有發現 如果加這個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剛好貼其哪裡 貼其第二儲存格 就是這個 這左邊 有沒有發現 其實指的就是貼其這條線的意思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希望它要向上一點 貼其這個上面的話呢 那你必須還要再多一個敘述 就是第二儲存格的top top就是上面這條線 所以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什麼 加上top就好了 top指的是上面那條線 這樣的話它就知道說 我要把這個圖 貼其這條線跟這條線 將來當然就是那個位置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再加上什麼 加上lapt跟top 有沒有 range d2.lapt 豆點 lapt d2.top 就加這兩個參數 所以 這兩個參數加上去之後 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執行完之後呢 剛好 它就 幫我把圖 放在 這個位置 就加這兩個參數 所以這兩個參數 其實就是畫龍點睛的作用 但你說 那我不要沒關係啦 可是問題將來 你這實在是位置不太OK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實際上就更簡單了 所以加了坐標 它就會放在 你想放的位置上面了 其實後面還有寬跟高啦 如果你想要把寬跟高做調整的話 一樣可以再去調整 如果你不想 你說老師這樣有圖就好了 那沒關係啦 你就是加個 這個坐標應該也就OK了 所以加這兩個 Labs 跟top OK 加上去 這樣就完成 那最後呢 我是希望怎麼樣 最後再把 樞紐表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寫完了嘛 然後這個先刪掉一下 這個工作表刪掉 那我把這兩個一起run好了 那之前run是先樞紐表 有沒有 然後再run一下樞紐圖 那變成要run兩次啦 有點麻煩 所以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怎麼結合呢 很簡單嘛 好像前面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底下 自己再寫個sub 名稱的話叫什麼 這個sub空一個名稱的話呢 就叫做Wi-Fi 我答這個好了 Wi-Fi熱點前五名限市 這個名稱 放在這個sub的後面 記得中間壓空白 然後Enter它就可以了 Enter的話呢 它會自己幫你加小瓜糊 跟Enter sub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是寫個call call什麼呢 call樞紐表 然後再call樞紐圖 這樣就OK了 所以把這個樞紐表 複製一下 call樞紐表 底下的話呢 就call樞紐圖 所以這個一樣 把這個call樞紐 加個圖好了 給複製過來加個圖 好 這樣子完成了 OK 來最後試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出現 有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最後當然呢 如果你希望能夠讓它怎麼樣 能夠很方便的被執行的話 那就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 按鈕有沒有 然後呢 Wi-Fi熱點前五名線4 把它加上去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 就直接怎麼樣 按一下這個 Wi-Fi熱點前五名線 按一下 OK 就出現了 所以今天的練習 應該就差不多了 OK 我想應該再多 看很多同學已經超過負荷了 不過這個其實還蠻方便 按下去 馬上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說老師這個感覺沒有差很多啦 對啊 因為其實動作不多 可是以後 聰明的各位應該知道 如果將來你做的事情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單一個統計資料 你的統計絕對是一連串的啦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跟各位講 你一整天的事情 一個案件通通完成了 那當然就效率十萬八 差太多了吧 所以如果你效率提升的話 那這個當然相較之下 其實你就省掉很多的時間 你可以抽離出來 你可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吧 OK 你不用說每天為了這些東西 每天在除髮練鋼 每天在做這些就沒別的 你就沒時間了啦 OK 就加班也做不完 OK 所以最後這個地方把它弄一下 但是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同學常常會問到 他說老師為什麼你按一下之後呢 那我如果再把它按第二下的時候呢 它會怎麼樣 出現BUG 這個最多同學問了 他說老師這個不對啊 他說他出現錯誤訊息耶 為什麼錯呢 你其實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它上面有敘述嘛 該名稱已存在 請嘗試其他有沒有 使用其他名稱 那為什麼呢 到底應該很很能力 應該很 你該按針錯了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因為在Excel裡面 它其實不允許同樣的工作表名稱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這個名稱 結果你又增加一個 一模一樣的名稱的話 抱歉 沒有辦法 OK 那怎麼辦 其實幾個解決方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要把這個名稱改了 不能每次都一樣 好像沒辦法 因為我們已經寫固定了 要不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在新增工作表之前 你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呢 如果這個工作表已經存在的話 你把它刪掉 才能新增 如果它存在你就刪掉 但是如果它不存在 那就沒事就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 我們需要再寫個邏輯判斷 這個判斷的話 就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工作表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 刪掉 再新增 這個bug應該就可以解掉了 這個也滿常同學問到 但是為什麼我沒特別講 因為如果要講之後 你要再新增程式 對同學來說 又是多一個負擔 你一定要把每個可能的問題都找出來 盡量讓這個程式run的時候 不會發生bug 你總不能說這個bug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要執行之前 你一定要先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自己要刪喔 但自己刪它也沒什麼困難的 可是總感覺好像 你這個程式好像感覺 只是寫一半而已 你還沒把它整個都寫完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避免就是說 你當你已經有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這個名稱的時候呢 那你應該怎麼做 這現在run好像不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斷模 你也要把它停掉 不然的話你按下去沒反應 這樣就 如果你在按第二下就出事了 那怎麼樣可以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那待會再來看好不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先整合在一起 把它整合成一個sub 然後並且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可以run 那待會我們再來解決什麼 如果名稱一樣的話 那我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它出現這個什麼名稱 這個什麼 執行階段錯誤 我還一零零四 OK 很多人看到這個都覺得 這個 不過啦以後你層次發生bug 這個基本上不是什麼太特別的事情 那當然你們慢慢要習慣 如何去解決這個bug OK 待會再看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先解決 待會我們來試一下